如果一个古典题材和现实题材的 你选择哪个 我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关键是他写的怎么样 一个钱特别多 一个剧本特别好 你选哪个 绝对是剧本好的 一个亿 那也是剧本好的 两个亿 那去钱多的 在大家的记忆里 樱桃是一个妩媚动人的杨贵妃 一个是霸道的武则天 从长相上来说 樱桃虽然称不上是惊艳大美人 但是整体的面部构架 有着很强的妖媚攻击性 能够很好地撑起古装剧的造型 尖尖的下巴同样是他辨识度的来源 所以综合来看 他被很多网友称之为蜜桃脸 也是情有可原的 杨贵妃蜜史 武则天蜜史成功后 樱桃回归年代剧 与张艺合作的鸡毛飞上天 他凭借该作品获得了精英 飞天 白玉兰三大事后大满贯 在偶尔流出的街拍中 骨桃少女般的身材让大众吃惊 这也是42岁还能出演 人世间少女时期郑娟的关键 大家都说人世间后劲好大 一些些戳新的片段 情感共通 骨桃在这部剧中 把郑娟那种又美又惨 同时又非常坚强的样子演了出来 因为他精湛的演技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角色就像是专门为了骨桃设计出来的 但其实是骨桃用自己的演技 把自己活成了郑娟 看到樱桃流眼泪真的太容易共情了 悲伤情绪一涌而来 作为和樱桃搭档的雷佳音 他的演技也是出奇的炸裂 和樱桃一拍集合非常默契 在拍摄片场曾有一段 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当时樱桃在剧组中说 我以后再也不和雷佳音合作了 在场的人诧异 以为是两位大咖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雷佳音也对媳妇的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 不料樱桃说出原因后 大家都笑到停不下来 原来樱桃表示 在这部剧播出还不到三集的时候 雷佳音炸裂式的哭戏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抢了大家的风头 樱桃对雷佳音预扬鲜意的夸奖也太好笑了 樱桃可真是一个性格活泼 爱开玩笑的女演员 确实雷佳音刚一出场 就将周炳坤的朴实会后性格定了下来 东北爷们特有的喜感和烟火气 也被他完美诠释 尤其是父子吵架那一段 简直是他演技最炸烈的一幕 雷佳音充满委屈怨恨的宣泄 不知让多少人想起了 自己与父母吵架的样子 在导演喊卡后 雷佳音依旧沉浸在戏中 这一段表演也获得了导演李洛的高度认可 更是感慨自己都有20年没哭过了 一场戏演的撕心裂肺 就连雷佳音自己都久久回不过神来 足以可见雷佳音的这场淘大哭有多震撼 演员热爱角色 导演认真拍戏 还有着好剧本加持着 这一部剧不火都难 都是一个年纪梦 清阳 这我没出现 去不去去学 谁谁就该做吗 谁谁就该操门 OK OK 过来吧 好多大 二十年 一万可爱